目前,全球页岩油储量大约在11万亿至13万亿吨之间,页岩气储量约为456万亿立方米,均超过目前传统油气储量。 如果这些油气可以开采出来,那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需要担心油气资源枯竭的问题。 美国在2008年开始发起了所谓的页岩革命后,攻克了技术和成本的障碍。 油气产量10年时间里增加了两倍以上,从天然气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能源独立。 美国的页岩油气主要分布在二叠级盆地、墨西哥湾盆地和威利斯顿盆地,埋身距离地表大概1000米左右。 美国以海象页岩的沉积环境为主,沉积环境比较简单,主要形成于缺氧、低能海象沉积环境中。 海水水体规模大,受气候影响较小,分布面积大,稳定性好,沿象类型比较单一,非常利于开采。 美国页岩油田分布在多个州,其中一些主要的页岩油田包括以下几个。 1. 英福德页岩油田,Eagleford Shale,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覆盖了约26个县,是美国最重要的页岩油田之一。 2. 巴肯页岩油田,Bacon Shale。 位于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加拿大萨斯喀车温省的边界地区,是美国最大的页岩油田之一。 3. 布尔内特页岩油田,Permian Basin,位于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边界地区,是美国最大的页岩油田,也是全球最大的油田之一。 4. 马塞拉斯页岩油田,Marcellus Shale,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的地区,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页岩油田。 同时也有石油资源,除了上述主要的页岩油田,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较小但重要的页岩油田。 如安瓦尔页岩油田,Anadarko Basin,位于俄克拉河马州和堪萨斯州的地区,尤塔盆地页岩油田,Uta Basin Shale,位于尤塔州等。 这些页岩油田,共同为美国的石油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页岩油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成液态可流动的氢原油,可以直接经水准钻碳与高水压裂岩采决。 第二种是较粘稠或甚至禁于固态的重原油,则需要注入高热蒸汽,加热摄氏500度,使它可流动后才能采决出来。 学者指出北达科达州与蒙大拿州的巴肯叶岩层,与德州的英福特叶岩层,总共估计有7000亿桶原油藏量。 科罗拉多州的绿合叶岩层更有高达2兆桶,其中大多是重原油。 巴肯与英福特叶岩层之中只有1%到2%是可开采的清原油,绿合叶岩层更几乎全都是重原油。 目前美国开采的叶岩油属于清原油。 美国叶岩油的开采技术主要包括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又称水力破裂。 以下是这些技术的基本过程。 1.水平钻井,horizontal drilling。 水平钻井是一种特殊的钻井技术。 它在钻井过程中将钻井精通转向,使其在水平方向延伸进入液岩层。 传统的垂直钻井只能在一个点上从地面向下钻井。 而水平钻井可以在液岩层内延伸数千英尺甚至更长的距离。 这样做可以增加液岩油的开采面积,提高产量。 2.水力压裂hydraulic fracturing。 水力压裂是一种将高压水和添加剂注入液岩层的过程。 以创造裂缝并释放液岩油或天然气的技术。 在水平钻井完成后,压裂液、油水。 沙子和化学添加剂组成以高压注入液岩层。 高压水将岩石破碎,形成微小的裂缝。 沙子填充裂缝,以防止其关闭。 这些裂缝允许液岩油或天然气从岩石中释放出来。 然后通过井口被采集。 3.页岩油生产,shale oil production。 一旦水力压裂完成,页岩油通常以泵的方式被抽出, 并透过管道系统运送到储存设施或炼油厂进行后续处理。 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生产井进行监测和管理, 以维持产量和确保系统的运行。 美国页岩油开采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 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部门。 1.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EIA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 负责收集、分析和提供能源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 EIA通常监测和报告美国页岩油产量, 开采项目和相关的统计数据。 2.美国能源部,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W,DOW是负责制定和执行美国能源政策的联邦政府部门。 该部门负责监管和管理能源开发项目, 包括页岩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3.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EPA是负责保护和维护美国环境品质的联邦政府机构。 在页岩油开采中,EPA负责监管, 和管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事项。 例如水质保护和空气排放控制。 4.联邦能源规管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 负责监管和规范能源市场和能源设施, 包括页岩油和天然气的管道运输系统。 此外,根据具体地区和州份的法律和规定, 还可能涉及到当地的州政府部门和机构。 例如,州的能源部门、环境保护机构、 水资源管理机构等可能参与页岩油开采的监管和管理。 这些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监管职责包括 或确保开采活动符合环境法规、保护公众安全、 监测和报告能源生产数据、制定政策和规范等。 它们的目标是确保页岩油开采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 同时维护环境可持续性和公共利益。 美国能源资讯署EIA的数据显示, 全球石油产量统计, 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2022年的石油产量 为2021.3万桶每日,相比2021年增长123.2万桶。 美国的石油产量跟随市场价格波动, 因此也被称为摇摆型产油国。 德克萨斯州是美国最大的产油州, 石油产量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新墨西哥州的四倍。 美国不仅是石油生产大国, 同时也是消费大国。 该国去年总计消费74亿桶的汽油产品, 平均下来,差不多是2028万桶每日。